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人UP主小刘说机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讲讲关于有锁手机的内容 有锁机就是运营商为了让用户使用自家SIM卡而对手机程序安装网络锁 使手机只能在他们自家SIM卡插入情况下 才可以正常解锁激活使用的手机 其实这种有锁机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出现过 那个时候中国电信还不是很火 当时和国内多家手机厂商合作 进行一些零元购机的活动 绑定好个人信息之后从每个月花费中收回成本 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很友好 但是事实证明那些手机用了几个月就开始卡顿 我觉得国产手机那几年真的做得很没口碑 那么说回正体现在有锁手机还有吗 我身边目前是找不到了 但是国外挺常见的 目前我听说比较多的有锁手机有美版运营商 ATT Sprint T-Mobile 日版Softbank Docomo AU等等 接下来讲一下有锁手机的优点 一个字便宜 有锁手机有多便宜呢 比如说我手里的这款11 Pro Max 256G版 我特意翻了下当时的购买记录去年3月份买的6200块 而当时官网的售价应该是10899 足足差了4699元 这4700块当时如果去买基金它不香吗 而且去年那个时候如果买中正白酒指数 然后在过年前卖掉已经翻了一倍了 OK 接下来讲一下缺点 有锁手机一般都要先用类似这样的卡贴进行解锁 买来的时候卖家有发我一张 就是这种小芯片 要进行一些操作 手机才可以解锁正常使用 还是有一丢丢操作难度的 激活手机后不能够随意升级抹掉 不然可能面临手机无法解锁的情况 那就很尴尬了 前段时间想升级系统 问了一下卖家了解到 已经可以更新到iOS14最新版 配合最新的卡帖 可以进行更加完美的解锁 于是就更新了系统重新解锁了 但是解锁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人担心操作出错 直接导致手机无法使用 手心也出了一把汗 这种解锁的团队我知道的有两个 一个是超雪 一个是GPP 他们会随着苹果系统的更新 找到最新的漏洞去破解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两个团队来自于我国手机圣地 深圳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区别 首先日版的iPhone由于当地法律的规定 防止女孩子被偷拍 所以日版的手机都没办法关闭拍照的声音 国行从iPhone 10起都是双卡 这个好像是外版iPhone所没有的 还有就是可以去官网店以旧换新吗 不行 看到某户上有帖子 讲到前几年是可以的 甚至还可以赚到差价 简直太香了 但是最近我问了一下卖我手机的这家店 因为我用手机保护的都还可以 他们还可以以3800块的价格回购 我只能说有所机实在是有点香 想要详细了解的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资料 或者私信我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的话给个三连呗 如果点一下关注小刘也是感激不尽的 你的三连是我继续搞机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觉得视频哪里做的不好的可以评论区留言 希望以后可以做更多有趣有用的视频给大家